来人,凤凰网大鱼号工作室,出品大鱼漫画Eat Diamantro。 今天是大年初五大鱼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说到过年普通老百姓家,自然要接春联,放鞭炮,家里人聚在一起,守岁呢吗?作为一国至尊皇帝又是怎么过年呢? 春节作为岁首大节,最早确立于汉朝公元前104年,汉武帝班型太出力,决定以正月初一为岁首此后两千多年。 中国研习了这一立法体制皇上过年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排长比我们的,还比我们倒霉每年的大年初一,那是后称元大,皇上必须去上班主持国家祭祀去摩大典,皇家诸位至安思维之道人类普遍奈何。 不了他们所以游几近神汉代皇帝认为,鸡血能振血每逢过年就杀鸡然后把鸡血淋在门口实现驱魔降妖的效果,到了西汉末年皇宫流行杀鸡百只鸡淋在宫门,庙前效果是不错, 曼姬很不高兴人民群众的意见,也很大征月借信,这还怎么好好过年? 经过努力研究皇家,最终拿出了一套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像臣子撒壁真不是开玩笑中国人自古信封且能通神, 所以最早的年终奖,就这么诞生了东汉时期,每逢年底过年皇帝,就会给文武百官们发红包赐付这个制度,叫做春赐,或者拉赐三宫的红包,大概20万这么多2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 按照当时的股价进行折算,20万可以买2000户股,要知道平时,三宫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才350户这样,一算是不是觉得这红包很丰厚? 唐朝皇帝也喜欢像臣子撒壁其中,以唐玄宗为最典型代表,这就唐书记载大胜仗了,唐玄宗要撒钱皇子诞生,唐玄宗要撒钱,如果实在是没有事,则三,五人之前为戏,所以,在唐朝登公务员春节,还是很幸福的,到了宋朝皇帝,就不太撒壁了,因为宋朝官员,风禄普遍很高多了撒不起,少了看不上, 很尴尬,所以宋朝皇帝结合最新科技,倒腾出一个现在也很流行的驱轨方式,放烟炮受众人文化影响辽国宫廷到了除夕也,要弄出些响动来驱赶恶鬼,可是辽国火牙技术很落后,皇帝然放的烟花全得从送人呢,买得万一碰上两国关系紧张怎么办? 那就得保言,将粗弹的严厉扔电火盆一样,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和前面的朝代,不同每个清朝皇,帝都流行给臣子写福皇帝们的福字,大多是写在卷上书写好的第一个福,字一般要挂在前清宫的正殿其余的张天与后宫各处,或者赏赐给王公大臣这不是啥? 好差事,清朝公务员队伍很是庞大皇帝往往一写就得好几个时辰,除了扫壁每逢正月,皇帝还会主持朝岁宴会组织臣子一起聚一聚,乐意乐汉代的朝贺,最为学术参与的臣子,必须论经唐文颇自如今的研讨会会上学术,成就者很快就会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到了唐朝朝岁宴会,则成了皇帝考试百官的考草不及格者, 被贺令退席,若考卷上字迹烂列,责罚引墨水后来称,文化人为喝过墨水,大概注定于此到了宋朝朝岁宴会,已经开始往九严方向转型不过国宴时才很单一,几乎就是吃羊也没办法,宋朝皇帝普遍只爱吃羊,据宋会要及稿,记载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吃掉的羊肉,就有自134463斤, 换三成整只羊的话差不多就,是每天吃十多只而宋真宗时期,每天宰杀的羊达到350只,所以每逢过年羊肉,都是宫廷食材用量上的至尊,甚至宋朝宫, 凭规定李玉厨只能烹饪这种食材为了节省,清朝的国宴,更都是花架子大臣每人作息千百次高碗,八大碗这些都是摆着看得真真,吃的是一碗杂会哪个级别的官员吃什么杂会这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可错乱, 而后,再赏赐奶茶一碗苍圆一碗,山茶饮一碗山茶饮,不知是什么饮,也许是早年的家多宝,王老吉把过去皇上都想自己的国家,比别人要强大,所以就希望国殿上有万国来朝的盛景 不过明清以后,场面就不如随堂了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有办法养姑姑养了多少个呢?一万个不然怎么叫万国姑,来朝那一万个姑姑养在太和殿两侧皇上不来,姑姑不叫皇上只要一抬腿,往门口一卖姑姑,就一起叫起来,这是怎么做到的? 有人有绝招多多教与不叫之间缠不到一度加一把火,热气哄上来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仪式,作为皇家来说,他需要这个排缠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喜庆过年的时候一,并要万象更新,我们把生活情却赋予政治含义,这是古代生活中很典型的情况 请来一下, polymer方,ys计划写制合并看见的人,不需要颜色之间,不需要领备总装理,是遥有 compliqué的,是这样的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